亚伦從來沒有錄過一個節目 這麼的走心過 他有一天就突然就在我們的群組 Say goodbye了 沒有 他隔天退我的追蹤 然後全部的粉絲說 你跟亚伦怎麼了 你跟亚伦怎麼了 你們是不是要吵架 不要吵架 他說要退出節目 不要吵架 還有我 還有我退群組的事情 他們不知道 他們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 你自己看了這個頭 你自己講 我不說 就是太在意 才會 就是因為太放在心上嘛 把每個人放在心上 才會這樣 好 我要跟你們鄭重說一下這個事情 亚伦從來沒有錄過一個節目 這麼的走心過 好 他既然他都提了 那我就跟你們分享 他 他因為那一集就是 那個 到底要不要一起出菜這件事情 他真心的走心 然後他覺得有 他覺得我們沒有 跟他站在一個線上 然後我又在 我又在廚房講他壞話 哈哈哈哈 然後呢 他有一天 就突然 就在我們的群組 say goodbye了 不如楊明慧打電話給我 然後我們的股東打電話給我 然後就說怎麼 我們就開始討論說 是不是楊明慧怎樣怎樣這樣 是不是誰誰誰怎樣這樣這樣 開始無數的電話 然後結果 他全部人的訊息都不回 哈哈哈哈 他只回我 但他回我也是回假的 哈哈哈哈 沒有沒有那個沒有全假 那個是那個有四成五到五成是真的 然後他就這樣退群組了 然後再也找不到他了 然後以為就這樣結束了對不對 沒有 他隔天退我的追蹤 哈哈哈哈 然後全部的粉絲說 你跟亞倫怎麼了 你跟亞倫怎麼了 你們是不是要吵架 不要吵架 他說要退出節目不要吵架 哈哈哈哈 但的確我們經過這次 我們就大概知道大家 是很用心的在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出發點完全是好的 對 對就是我們就是 對彼此又多了一點了解 對彼此 對彼此又多了一點了解 對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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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彰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彼 哈喽大家好 我是柏蘇搖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一階 欸欸欸 啊 阿彼此 一直覺得 樹女座跟水瓶座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 可是我還能 看什麼 我看 快停啊 快啊